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9月2号 这一期咱们聊聊南京银行 这个南京银行也不让人省心 是怎么回事呢 河南的四家村镇银行不爆雷了吗 当时就有一个顾客 储户 他是从这个昭山银行 万他的那个河南村镇银行上面打钱 然后后来河南村镇银行爆雷 这个储户他不就取不了钱了吗 然后这个储户从河南村镇银行这边 得不到任何消息 去呢,河南这边就是推诿 说这个钱没有到账 然后说这个是什么 理财或者是非法稀储之类的 总之啊,不是存款 这个客户啊,他可是有证据的 他是从昭山银行给他的 河南村镇银行自己的账户汇款 汇过去什么也没干 结果河南那边说取不了钱 钱没到账等等啊,找理由 这个客户啊,就比较较真啊 他就把矛头对准了昭山银行 他说昭山银行把我钱没汇到 他要起诉昭山银行 那么昭山银行呢,也很认真负责 他就查了这笔汇款 查了汇款之后呢,昭山银行就回复这个储户 告诉他啊,说这笔钱呢 我们已经给南京银行汇过去了 结果这个储户就傻眼了 说我给河南村镇银行汇款 你怎么给那个南京银行汇款了呢 后来再通过仿佛沟通才知道啊 南京银行是河南这四家村镇银行的结算行 这个结算行概念我在以前视频里也介绍过 就是河南村镇银行啊 他在人行那儿,他没有结算资格 人行指向特定的这几大国有银行 还有十几家这个股份证银行 开放这个结算资格 这他们才有结算资格 村镇银行没有结算资格 那么村镇银行他也要汇款呢 他也要办理跨行业务啊 实际上这个结算涉及到就是跨行业务嘛 你村镇银行内部自己 你是不需要到人行那儿去什么结算的 你只有跨行 你必须到人行那儿有结算资格 那么这个村镇银行没有结算资格怎么办呢 他就找一家代理啊 比如南京银行 南京银行在人行那儿有结算资格 那么这村镇银行就委托南京银行做这个资金清算 主要是通道 所以啊 这个矛头啊 就指向了南京银行 那么前几天 河南不出了个第几号公告 第七号公告吧 总之意思就是说 50万以下的全部兑付 50万以上的只兑付50万 剩下的先放在哪儿 根据最后处理结果 按款回了多少 再做这个进一步的兑付 实际上不叫兑付啊 人家说的很清楚 叫垫付 而且是由河南什么 村镇银行什么联合社 总之他们一个组织啊 先出的钱去垫付的 那么这个公告一出 就让这个50万以上的人呢 这些储户 这些受害者就炸锅了 这明显的没着落了 所以这些人呢 似乎啊把矛头就对准了南京银行 因为他知道再去找河南村镇银行 没用 他发动了那么多人 在河南那个银保监局 对吧 维权 而且这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国内国外都知道 口号标语打的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结局是50万以下的 先行颠覆 50万以上的 等着 那他们再去河南郑州去维权 效果不会超过这个效果 所以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南京银行 所以呀这两天他们在南京银行的维权 有视频 有照片 非常少 很多都删掉了 我也看了一下 他们是在南京银行 在浙江的分行 应该是在寒州 他们在那维权 他也不是在江苏南京银行总部维权 而且维权的人呢 肯定比第一次在河南郑州 维权的也少多了 而且绅士也小多了 动静更小 就是一些人在那举牌子 静坐 我看了一下 也是全国各地的 有北京的 还有上海的 储户都去了 这肯定是50万以上的了 甚至可能都是100万以上的 不过我看了一下 这个浙江警方处理 似乎比那个河南警方处理 要柔性的多 河南那个你看 闹得全国全世界都知道了 派这么一种白一人 黑一人 就像黑社会一样 去拉拽 对吧 要打那些储户 然后那些辅警 那些特警 在旁边维持秩序 但是我看浙江这边啊 虽然没有什么视频 很少 流露出来一点点呢 都是浙江的这个警察啊 辅警啊 在给这些人发早餐 维权的人呢 这就显得这个人性多了 至少人家是受害者 人家来维权 要给人家一些关怀 人家也不是来造反 也不是什么干什么 对吧 跟这个权力机关 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维稳机构 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人家是被迫 来要说法的 从这点看啊 那个浙江的警方 就要高明的多 所以你看 在浙江呢 南京银行的维权 就动静就小得多 全国流露出来的就少 不过也是啊 这事跟浙江没什么关系 如果浙江你说要在那处理不当 变成个浙江的事 那又麻烦了 南京银行总部在江苏啊 说来说去是江苏的事啊 咱们不说这个了啊 就是各地警方处理这个事情 各地主管部门处理这个事情 策略还是不一样的 确实有高低之分呢 从浙江来说呢 他不希望把这货水啊 引到浙江了 浙江不想背这锅 所以好言相劝 好吃好喝带着 咱们还继续说这个 南京银行的事 那么这次这么的储户 把矛头对住了南京银行 我也看了一下 实际上他们就几个诉求 第一个诉求就是 要南京银行说清楚 这些钱你到底有没有 汇到河南村镇银行 第二个南京银行到底 跟什么新财富集团 有没有什么关系 等等啊 说白了啊 就是要南京银行 你要澄清 你到底有没有按人行的 这个清算义务 到底有没有做好清算 这个业务工作 负好这个责任 这个是比较理性的诉求啊 也有一些其他诉求 什么叫南京银行还钱的 让南京银行赔钱的 等等 也有这样的 但这个可能就 不太容易站得住脚 但是我觉得啊 南京银行是有责任的 它这个责任在哪里呢 我对这个金融系统呢 详细规定啊 我了解的不多 但是我想啊 作为国家这个金融系统 防范风险 这个大额资金 异常流动 作为清算银行 南京银行 它应该向人行 或者向主管部门汇报 比如说防洗钱 等等吧 就我相信啊 这个金融制度里面 规章制度一定有这条款 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对吧 哪怕我们个人储户啊 你的卡里面稍微 这几天资金走得平盘一点 银行都要给你打电话 问问这钱 什么钱啊 干什么业务的 我想可能很多人 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就是你的钱稍微 比平常多了一些 对吧 密集了一些 银行都会问的 但是反洗钱呢 担心你的卡被别人利用了 再洗钱等等吧 那么南京银行 作为河南四家村镇银行的 这个结算银行 这四家村镇银行 几百亿几百亿的资金 在那滚动 对吧 从多少万个账户 要汇集到一个账户 或者两个账户 从那两个账户 又到很多账户 这个南京银行 应该是知道的 它是清算银嘛 虽然啊 它不负责资金安全 但是河南村镇银行的 所有的这个资金清算 这些账 南京银行是知道的 那作为这个清算行 你有没有义务 有没有责任 像善机汇报 资金异常流动啊 全国各地的钱 对吧 全部涌向这个河南村镇银行 如果说河南单地的 你说这个可疑度还低 全国各地 北京上海的钱呢 几百万几百万的 还有浙江的钱 江苏的钱 全部到了村镇银行 都是个人的 不是机构 不是公司户啊 都是个人储户 到村镇银行 然后就从村镇银行 到新财富 说到新财富啊 我再补充一下 新财富如果是在 村镇银行开的户 然后那个 传国各地的储户 或者是你购买理财 已经不管是什么原因 你把钱 汇到了村镇银行 这一步 南京银行是知道的 因为你是跨行汇款 必须要经过南京银行 它一个清算 跟人行之间 一个清算 你这个钱 才能寄到 河南村镇银行 你的户头上面 但具体的寄到 你的户头上面 还是寄到别人的户头上面 这个南京银行 应该没有责任 它也没权利 它只是把这个信息 告诉村镇银行 这笔款是谁 从朝山银行汇过来的 这个记账 应该由村镇银行 自己去寄 南京银行负责把这款 相当于就寄到 村镇银行头上 就完了 那这里面涉及到 新财富什么事呢 如果新财富 跟村镇银行勾结 在村镇银行里开的户 然后又从村镇银行 把这个钱 导到新财富 在新村镇银行的账户下面 那么这个跟人行 跟南京银行 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也不需要让他们知道 应该就在村镇银行内部 一个村镇银行内部 赚款 那是村镇银行自己 记账的问题 但是有很多储户怀疑 这个新财富 在南京银行开的账户 然后南京银行 把本应该结算到 村镇银行的钱 直接截留了 直接就付给新财富了 那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那这南京银行 罪过就大了 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不大 如果南京银行这么干 那就是视这个金融 这些政策 法律法规 如无误 如无法无天 就相当是 他把村镇银行的钱 给截留了 那这个 我想他胆子再大 也不敢这么干 所以我认为 南京银行最次最次什么呢 是他知情不报 就是发现了 这个村镇银行的 这个资金流 现金流 异常 但是他没有向监管部门 汇报 这是他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能处罚他什么呢 又是罚款 就了事 当然了 南京银行具体有什么问题 咱们还等进一步的公告 因为咱们了解的信息太少 从这个河南警方 河南银保监局 他们公告的内容来看 都不一致 河南银保监局 到现在都认定 这个储户的钱 是叫村镇银行 账外资金 但是这个河南警方 就属昌警方 说的叫非法稀储 高息缆存 那这里面就有区别 缆存是缆到哪去了 如果高息缆存 缆到这个 河南村镇银行 那他也不算 张外资金呢 所以这里面 跟河南省 银保监局 还有很大的关系 这就为什么 你看前一阵子 河南省 银保监局 河南省金融部门 抓了四五个吧 都是跟这种 非法集资相关的 这些干部 还有这个村镇银行 管理监管的这些干部 另外一个 就是这些大户 就是储户额度 就是存款额度比较多的 这些储户 为什么要把矛头 对着南京银行呢 这里面肯定是有人 在帮他们策划 因为他找别的地方 他已经没办法下手了 只有从南京银行 身上突破 把矛头指向南京银行 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 我认为这是他们的目的 我想起来了 当初这个村镇银行 爆雷之后 就有很多媒体 财经记者去采访 应该有一家媒体 报道了 浙江有很多大伙 就是在河南村镇银行 存款的 他们里面 钱最多的是 4000万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 接受媒体采访 他还说了 他知道这是理财 而且他还觉得 这个钱 他可能要不回来了 他压力很大 那个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资金量越大的 你说几十万的 可能还是个人 对吧 就是我有钱 我可能看了这虚假宣传 或者高级缆存的人忽悠 或者是这些 互联网金融平台 上面打的广告 给他利息很高 我个人不知道 对吧 我就存到那个 河南村镇银行去了 实际上买了理财 这是个人 风险意识都要低 但是你要超过 100万200万 甚至上千万的 这个就不可能是一个人 这可能就是 要么就是专门做的事的 就专门把别人的钱 揽到自己身上 然后就找一个 更高的回报的这种 银行去存 吃中间差价 这就是河南 水产警方说的 高期揽存 要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专门的对吧 我也不是揽存 我是把别人的钱搞到一起 这不叫非法稀储 我是买理财 那就不算非法稀储 那就是投资 这是两个概念 那我可能募集了三四千万 可能都是亲朋好友的 或者别人的钱 然后我们去买个理财 给他点是六个点 而且是保重不赔的 肯定得返还 有很多人就专门做这事啊 这叫资金钱客啊 就干着活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金额越高的这些储户 越可能知道这些是理财 或者越知道这中间有问题 不是简简单单存款 你反而那些十万八万的 几千块钱的 那种人可能就认为这就是存款 那现在这帮人他也明白 你河南许传警方 这个最后一次公告 说五十万以上的 只给五十万 那你说我投了四千万呢 给五十万 那相当于没给啊 那这些人肯定会想办法维权 因为前面他也看到了甜头 看到了曙光 因为钱毕竟那么多人解决掉了 是有机会的 不是说都不解决 是吧 一分钱没有就是不给 那这些人估计也没招 关键前面他也解决了 给他们看到了希望 所以他们就要努力 引起更多的关注 社会更多的关注 有助于他们解决 这个大额资金 我认为这是 这个大额储物 他们的想法 上一期节目 我说了 河南地方政府对五十万以下的先行垫付 五十万以上的垫付五十万 这个措施为金融机构保住了面子 让全国老百姓相信银行还是靠得住的 五十万这个概念大家还是有的 最次你也得对付五十万呢 这就叫刚性对付嘛 这个神话不能打破 一旦打破了这个金融系统 可能就有系统性风险 所以我说河南当局 这种做法 保住了金融系统的面子 但现在呢 面子当然重要 里子更重要 现在不关是河南 这个地方政府 应该是央行 整个金融监管部门 要保住里子 现在应该好好查一查这个里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新财富集团 吕毅能够玩出这么大一窟窿出来 一方面 他可能在金融这一块 有高餐 或者他自己 他把琢磨的 专门装这种金融漏洞 找这种规则的灰色地带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 说明你的监管有问题 制度层面啊 有问题 要么你制度有 但是你落实的不够 要么你可能这块制度都没有 让人家装过去了 蚌眼太大 这都是里子问题 为什么说里子问题呢 大家想一想 就你了解这些东西 你能去跟哪个村庄银行去合作吗 然后跟南京银行合作 你能搞四百亿吗 不可能的 为什么屡一可以啊 这里面就涉及到权钱勾结 灰色地带 南京银行 为什么对这么大规模的资金的进出 正义人员闭这眼呢 为什么他们不去按监管汇报啊 报告啊 这说明他就有问题 这都是金融系统的里子问题 你只保面子 如果里子你不管 那像河南村庄银行这样的事情 会层出不穷 按下葫芦起了嫖 只顾面子 不顾里子 最终啊 面子也是保不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像河南村庄银行这样的事情 全国遍地开花 能有那么多钱去赔吗 显然你是赔不了多长时间的 赔不了几次的 现在是亡羊补牢 还来得及 就是金融机构 金融监管的里子问题 这个里子问题啊 我想制度 监管的归章制度 应该都是有的 更多的是权钱勾结 本来应该起到康护 对吧 监管的人 他睁着眼闭着眼 那这些贼 对吧 不怕贼偷吗 就怕贼惦记着 你像全国有多少像吕翼这样的人 到现在未知 吕翼怎么把金融机构的钱 把储户的钱 给他卷走了 怎么就把储户的钱 弄到他的账号上去了 到现在就说不清呢 到现在就说不清 那反而就说明 你这个监管有问题 而且漏洞还挺大 这个权钱交易啊 所以河南村镇银行这个事情 不能说50万以下赔了 就完了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如果不继续教训 对吧 不严惩 这里面的违法犯罪问题 不查清楚 不把这个南京银行 把它说清楚 把它查清楚 不把履义怎么勾结的 怎么样去套取资金的 不把这个储户是怎么上当的 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查清楚 不向社会公布 那以后还不会大量的人 去删断受骗吗 最后都得由政府来托底 来兑付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这个存款保险 50万这个 是保险公司赔 据说啊 这个存款保险 全国还一共才三四百亿啊 这个钱是由各家银行 给保险公司 相当于买的保险 这个保费 那如果哪家银行 因为经营不上破产了 那么由保险公司啊 给他赔 50万以下的全部兑付 50万以上的给50万 这是保险公司 从他的保费里面 理赔 这个整个的保费 据说才三四百亿 我这个数不一定准确啊 不是个天文数字 不是说想赔多少赔多少 所以大家就看到了 你看这个辽宁那两家存质银行破产 你得需要银保监会同意 银保监会允许你破产才能破产 银保监会允许你破产了 那你那些储户的钱 50万以下的就有这个保险公司 给你用保费给你赔 50万以上呢 估计是有那个重组的那个银行 就是兜底的银行去赔 那个不是法定的 就不是必须赔 保险公司这个是必须赔 兜底银行啊 人家是高兴 人家是为了幸运 为了这个以后的招牌 人家愿意50万以上呢 我出钱给你们付钱 这个不是一码事 那么河南存质银行 这是爆雷 他们不叫赔付啊 他叫垫付 因为河南的存质银行 他并没有破产呢 他还在经营呢 如果他破产了 又认定你这些钱 受害人是储户 那么保险公司就得 按50万以下来赔付 河南银行又没破产 保险公司不可能赔钱 所以说河南当地 不知道在哪儿挣的钱 先行垫付 但是河南银贸监局 到现在也没有说 你那就是存款 还说是账外资金 这个河南水川警方 又说你这个是高息难处 这里面有个问题啊 就是说 如果银贸监局认定 你这个是存款 那对那些100万以上的 或者50万以上的人 他根本就不着急啊 你看银贸监会承认了 这是存款 我存到你河南存质银行了 你看你银行因为破产 那你接着给我钱呢 你凭什么我存你的钱 你不给啊 对吧 这个逻辑很成立啊 所以河南的银贸监局 他也不承认你这存款 不承认你这存款 你就没有办法去找 河南存质银行 按储户去对待 最后说来说去 还是河南警方 河南这个金融监管单局啊 叫银贸监局 叫葫芦增判断葫芦案 还是一锅粥啊 他办的这个案子 思路就是走的是维稳 走的是繁范金融风险 他不是要给你一个真相 所以他就是50万以下给你兑付 一兑付完了之后 不就金融风险化解了吗 维稳就没问题了吗 所以剩下的那些大户啊 就成了受害者了 不明不白 选在那儿 也没个说法 可上可下 也可以把你算成储户 也可以把你算成理财 甚至还可以把你算成 叫什么 违法分子 已经抓了234个人 第二个就是说 村镇银行三四千家 他们都没有跟人行 直接清算的资 那么他们都需要 像南京银行这样的银行 来做代理清算 那全国像南京银行 这样的代理清算 又有多少家 这里面藏着多少风险 所以我刚才说的 这个理字很重要 如果不汲取教训 这一次不好好查一查 光靠保面子 保不了多久 最后啊 我再重申一下 有粉丝老师问的 什么我在这买的理财 那买的理财 首先一个 你只要是理财 反正都不是 刚性兑付 都不保险 不管在哪个银行 买的理财 在哪个机构买的理财 都有可能 血本乌龟 一分钱 一毛钱都没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存款 说我在这个 村镇银行 存了钱 存款 那个小银行 对吧 城山行 存款 按理来说 这一存款 应该马上就存到 工行去 这样比较安全 但是有的人不可惜吗 他存着定期 已经三年 已经存两年了 对吧 五年 已经存四年了 现在就去取啊 感觉有点可惜嘛 这个倒无所谓 对吧 你到期了再取 取完这个 存到工行去 不要贪图 这一点小便宜 不要因为河南 村镇银行 这次50万以下的 给兑付了 就没问题了 现在地方政府 挤一挤 可能还能挤电钱出来 这往后啊 明年后年 地方政府 也挤不出钱来了 那你怎么办 小银行万一爆雷了 找谁去啊 那个时候哭 有什么用啊 要到期的 可以等一等 没存的 就别存了 直接存工行 现在这个经济形势 大家应该看得明白 只会越来越差 现在在寻底 不是注底 好 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